第一个因素 妄念由哪里生的呢 由欲望里面生的 由多求里面生的 所以第二条和第三条 佛教我们 小欲无为 身心自在 那就是说过诸佛菩萨的生活 多求 确确实实 是增长罪孽 所以佛教我们要知足 要安贫 要乐道 要懂得求智慧 说到这里 令我想到 我以前亲近尼路斯 尼路斯一生 过最低水平的生活 他的学生 有几十万人 学生有没有照顾他呢 学生照顾到他非常周到 但是他不接受 一样是过他 清父的生活 那里面呢 就有好心的道理了 他做榜样 做示范 给后学的人看 我看出了 他的容易 所以我向他学习 我学了八个月 我先报告给他 首先 是由生活到下手 一天吃一餐 他问我 你来了八个月了 你觉得身体 和以前 有什么区别 没有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很正常 他一拍张台 永远这样下去 一生 不求人 人到无求 品质高 真正生活的营养 是什么 各个人不同的 营养 是能量的补充 每一个人的身体不同 就好像 现在 你们见到 马路那些汽车 有省油的 有耗油的 不同的 耗油的那些 你补充的能量少了 他就开不动了 他就用得很久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能量的消耗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是消耗在妄想上的 妄念多的人 欲望多的人 贪求多的人 他一定要 大能量去补充 心地清静 没有欲望 没有所求 心是清静的 他消耗的能量就很少 所以 少少饮食 都可以维系得到 就很正常了 他生活得很幸福 很快乐 这些是一般人 都理解不了的 努心努力 消耗能量 非常之有限 妄想就不得了了 由早到晚 日夜都没有停过的 尤其是自私自利 选人利己 这种念头 消耗的能量是最大的 知道这个道理 佛在经里面教导我们 自租安贫乐道 你才真正体活得到 你才真正会向往 真正想学他这样做 对自己带来大利益 经里面第四条 教导我们 蟹桌坠落 这一句是非常之严重的警告 佛劝道我们 要精进 要断烦恼 要服魔障 服魔障 就决定不受 外面五欲六层的诱惑 劝道我们 要广学多文 要成就 智慧 辩才 要发心 教化众生 行菩萨道 第六条 教导我们 贫富 多元 我们肯定 我们肯定 佛 说这句说话的意思 是 着重在 伦理 道德 界定 智慧 贫富 不是指 物质方面的 受用 而是 着重在 精神方面的 觉悟 不觉悟 是真正的贫富 所以 佛陀 为我们 示现的 我们 体会得到的 释迦 麦尼佛 当年在世 三二一伯 树下一宿 日中一食 他过那些 物质生活 比起 孔老夫子的学生 颜回 仲贫富 颜回 说贫富 还有一间 茅屋 释迦 麦尼佛 连茅棚都没有 树下一宿 那就知道 佛所说的 贫富 多元 不是指 物质生活 而是指 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在乎 精神生活 快乐 物质 就不以为苦 世间人 以为苦 是以世间人 自己的标准 他不是 各物人的标准 各物人的标准 和我们的标准 是不同的 各物人的标准 是小欲 无谓 身心自在 身心自在 里面是有珍乐 他见到我们世间人 有房屋 有田窄 有妻子 而类 他认为叫做家类 是类罪 是苦 而我们世间人 在苦里面 不知道 这是苦 我昨天 在外面 见到一张 叫做 省细图 这幅省细图 很有意思 这幅画 是在台南 开原子 客堂里面 我早年 去那里参观 在客堂里 见过这张画 我用 去那里参观